嗨,你好,我是牛奶爸 今天是2016年的9月底了 那這個我們來講一講 Weberley這個網站一年就一次比較大幅度的更改 那我們來看一下今年它比較大幅度的更改有哪些項目 我們看一下網站就輸入j.mp 這是一個縮網址 然後斜線webly2015 好,然後你就直接按Enter 這時候就登入了Weberley的首頁 然後右邊有一個申請 如果你還沒有申請的話 你可以直接按右上角的申請 然後直接點擊申請 這邊你就可以選擇 如果你用臉書帳號的話 直接按這個臉書就可以登入了 那如果你有Gmail的話 也可以按這個Gmail來登入 那如果你沒有臉書也沒有Gmail的話 那你就在這邊輸入你的名字 然後你的Email還有你的這個密碼 那Email跟密碼是最重要的 因為之後登入的時候 必須再輸入你的Email還有你的密碼 才能夠登入 那這個Email其實就是代表你的帳號的意思 好,那這一節我們主要用這個臉書比較簡單 因為我有臉書帳號 那我用臉書直接申請好了 那點擊之後呢 如果你還沒有登入臉書帳號 那你可以再登入一次 那他就可以直接把臉書的帳號密碼 當成你的那個Webly的帳號密碼 那下次當你在到這個Webly的網站來要登入的時候 你就按右上角直接登入 然後呢就直接按這個臉書的按鈕按登入就可以了 另外呢我們來示範 但假設你沒有 你不想用你的Facebook帳號密碼登入 你也不想用你的Gmail 那你可以在這邊直接再設定一個 譬如說名稱 Test留好了 隨便,名稱隨便 然後電子有件比較重要 譬如說你的電子有件是 好,密碼是自己隨便打 然後按申請 這個Email已經被用過了 好,那你沒辦法用這個Email 可能是我之前申請過了 好,那我再申請一次 OK 然後下一步呢 他會問你說你這個網站是屬於什麼性質的網站 那我會建議你用企業 用企業就可以了 之後是可以更改的 所以一剛開始沒關係 你就先選擇企業 然後按繼續 然後你的企業的名稱 譬如說好,是 ABC 教育訓練公司 好,這個你之後也可以修改沒關係 好,像這邊有一個Skip this step 就是你可以跳過這個步驟 或者是你就依照這個步驟繼續也沒關係 好,接下來呢 就是請你去挑選一個你比較喜歡的樣板 那這個樣板呢 這邊有一個預覽按鈕 你可以按一下預覽按鈕 看一下這個網站最後會長什麼樣子 那假設你覺得這個樣板就是你喜歡的樣子 OK,那你就可以按開始編輯 這邊有個start adding 或者是你可以選擇關閉 因為你不喜歡這個樣板 你可以再去挑選別的樣板 這邊有好多個樣板 那之後即使你挑選完畢 之後還是可以改樣板 假如說我們現在用這個樣板好了 預覽一下 然後你把它捲一下看這個是不是你喜歡的風格 如果你覺得OK不錯 那你就可以選擇開始編輯 start editing開始編輯 然後開始之後呢 它就幫你生成這一個網站 好了 現在就已經進入了這個編輯的畫面 這個就是它的後台 網站的後台 那至於什麼是網站的前台呢 現在看到這網站的後台 網站後台就是有包含上面的這些功能列 像這個構建頁面主題店鋪設置幫助 左邊有這些元件 這個就是它的後台 那假設你要更改這個文字 你就可以在這邊去輸入你要的文字 比如說我是測試的網站 好 這時候呢 我們要做一個動作是什麼 就是要去發布我們的網站 右上角有一個發布網站 點選發布 然後呢 請你先選擇第一個 先選擇第一個就是 輸入你的網址 比如說這個網址是我的 Test 2016 09 9月 可以使用 就代表沒有人跟你重複 因為這個網址後面有一個webly.com 所以前面這個名字呢 你有可能跟別人重複 那一旦重複的話 這邊就會顯示XX 比如說我假設只有打test 這邊就會顯示XX 表示這個test.webly.com 已經有人使用了 所以我故意加了一個 2016.09 9月份 可以使用 然後按繼續 這時候呢 他要確認一下你是人類 所以你就勾選我不是機器人 確認發布到我的網站 按一下確認 這時候呢 升級是代表你要去升級為付費版本 那我們先不要理他 我們就先點選這個網站 test.webly.com 就是你的網址 點擊網址 好了這時候就已經出現你的網站前台了 這是你的網址 這個就是你的網站前台 有沒有 這網站前台 那這是剛剛的那個頁面 他已經預設幫你設定的一些頁面 然後之後呢 一樣要到後台做這些頁面的內容編輯 好這樣子呢 就已經把網站做好了 剩下的工作呢 就是回到這個後台來 把這個關掉 按XX關掉 然後呢 去開始編輯你的網站內容 那這邊有個頁面 你可以去編輯 目前12345 他已經幫你新增了五個頁面 像這個Home Service About News Contact這些英文 你點擊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它改成中文 譬如說把它改成中文的首頁 然後按回上一步 這邊Home就變成首頁 就變成中文字了 像這個Service 你也可以把它改掉 把它改成服務內容 好按回到上一頁去 這邊就會幫你改成服務內容 那假設你希望這個頁面呢 把它擺到 右邊這三個頁面 把它擺到服務內容的下方 那你就把它移到服務內容的下方 把它移到 移到 移到 移過來 移到About 好 那你看一下 你會發現 你移過來的時候 服務內容的下方 就是About跟News 有沒有 它就移下來了 我們再按一下發布 發布的意思就是說 後台你確認 已經跟改成你要的網站的版面內容 然後你再去前台 首頁 這首頁 你看它已經首頁服務內容 底下有About跟News 都已經移到內容 服務內容的下方來了 這是一個簡單的網站編輯器 所以Webly真的非常非常簡單 這一節我們主要就是告訴你 怎麼去申請Webly這個網站 然後 直接到後台去編輯 簡單編輯一個網頁 選擇到樣板之後 按一下發布 讓你的網站就產生了 這個是一個免費的網址 一個免費網址 然後 你之後 就可以再繼續去加強你的內容的編輯 編輯完畢之後 這邊還有一個設置 設置的意思就是 裡面有很多內容 可以去做客製化 比如說 網站地址 我可以去更改網站地址 變成什麼 變成 使用已有的域名 也就是說 像我們在網路行銷欄人包裡面教的 你可以到PC Home 或者是到GoDaddy 去購買你自己專屬的網址 然後到這邊來套用你的專屬網址 就變成 www.mm 就是你自己的網址.com 然後按繼續 就可以發布你自己的專屬的網站 網址 好這一節我們就先就到這邊 謝謝您 我是牛奶爸 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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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